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霞市彩凤零旗 七闲旗 守护人孙纯 国家宝藏 我来了 有请国宝守护人孙纯 大家好 我是国宝守护人孙纯 我守护的国宝是落霞市彩凤零旗 七仙琴 落霞市彩凤零旗 七仙琴 是一张流传有序的唐琴重器 它是唐代著名的卓琴大师雷威制成的 着一身珠红色的长袍 配以十三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 身形成渤浪曲折对称 就像晚霞万千变化 让人带来无尽的联想 故而称之为落霞市 也许是高歌的时候 引来无数的凤凰其名 于是就有了个 蔡凤零旗 这个美好祥和的名字 当年是谁撩动了他的心血 又对他倾诉了什么样的心里话 我是孙纯 我将带您进落霞市 彩凤零旗 七仙琴的 《前世传奇》 落霞市彩凤零旗 七贤秦的《前世传奇》 就发生在唐朝玄宗年间 唐秦第一推雷公 蜀中九雷独称雄 雷公说的就是唐代酌秦大师雷威 众多王侯将相文人默克 都以鬼藏一张雷公秦为荣 这雷粉中有一位身份尤为特殊 他便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 音乐家皇帝唐玄宗 唐玄宗安通音律 酷爱取法 艺术造诣颇深 其料安始之乱爆发 盛世之音戛然而止 在蜀地避难的唐玄宗 与悲愤绝望中 突然听到一曲玄妙之音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深山中的琴音 开始讲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宗宗》 没看见我们刚坐下吗 为何不弹了 来这儿是为了弹琴 琴奏完了 《王宗宗》 《王宗宗》 您挥手琴弦间 我如听万贺松 不知今日 可否有幸再听一曲呀 谈琴 只畏乐己不畏御人 好嘞 若是心中有所肃 自己扶琴便是 先生的琴 为何只有五贤啊 问得好 此琴乃开源二年酌成 本也是七贤俱备 可是去年六月已位 六贤七贤 突然断裂 续上又断 断了再续 如此往复 终究不成 六月已位 对 那不是我们离开长安的日子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听曲当听弦外音哪 先生一段弦为题 同也是认为 朕口且偷生 弃长安 弃长安入手 亲自断了君臣之意呀 这六月已位 可悲之日啊 你大胆 且慢 确实可悲呀 先生 您的琴 我原来说 你老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此夜此景便称之为雨淋凌吧 取美此更美 恐怕也只有先生认为它美了 我让世人听来 也不过只是秘密之音 皇国之声啊 若是能自持 管它迷迷之音还是军天广月 先生这是要去哪里 上山去秦牧 为何在深夜去猜 这时候最近能听见树本真的声音 先生快看 这树童木不错 树干笔直 粗稀是一样 这里本来就有全石环绕 祥云笼罩 理应是快良才 这树童木不错 这树梦不错 我让你譬如 陈谷 自然 从 团 融 里面 我们 讨厌 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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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传奇它主要是根据秦升的一个闽文提课 和唐代安死自乱的时候 唐贤宗陆属避难 把雷氏秦人封为秦代昭的 这么一个史料记载 这张琴呢是民国古琴太陡杨忠忠先生半百琴摘的第一琴 杨忠忠先生在这个琴背后的龙子的四周提克了他对这张琴的赞美和鉴赏 刚才在前世传奇听到的曲子应该是《羽玲玲》 这个词牌应该是唐贤宗·李隆记所创的 据《明皇杂录》记载 在安死自乱之后啊 雷隆记从四川返回长安的战道上 由于风雨交加 就想起在马魏波和杨玉环的悲惨的经历 他就在途中音诵着曲玲玲 古琴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文人特点的一个乐器 古代有是无故不测琴色这种说法 就说明在古代琴呢是文人的非常亲密的伙伴 他通过古琴来修身养性 甚至于齐家治国 这张省博物馆呢收藏的古琴呢有三十多张 其中呢六张是唐琴 三张是宋琴 为了把这批古琴展示好 我们在武林馆区专门开辟了《非凡的新生》 这个专题的展厅 在中国呢也是第一个专题的古琴展厅 再来来来 孙春 你好 国立 好久不见 见到你很高兴 你今天可给我大大的一个惊讶 前世传奇里的琴声真是 阴柔蕴长 圆润细腻 鱼音绕梁 回味无穷啊 行家啊 那么你对 对 跟着 说 我们的发展 好 我 上 我 你们 你 咱 Nous 我们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落霞市采凤鸣旗七弦琴的今生故事 有请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和我一样 第一次听到采凤鸣旗这个名字 就联想起了我们熟悉的古典神话小说 风神炎翼凤鸣齐山这四字 他们说的是同一个典故 说是在周朝兴盛前 齐山有凤凰齐熙鸣教 人们认为凤凰的出现是源于周文王的德政 是周朝兴盛的吉兆 以这次子命名了唐代古旗 居然也传奇地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而且现在依然能够鸣奏 是谁奏响了他 他又为何会被奏响 有请丁承运先生 丁老师好 你好 国立老师好 您是直接演奏了博物馆里的国宝 您第一次触摸这个 一千三百多岁的唐琴的时候 什么感觉 从小就知道这叉起 过了几十年以后 浙江博物馆就请我过去 鉴定杨世白先生这十四张藏琴 我太新闻了 这是几十年的一种夙愿 这个激动的心情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您能够给我们讲讲 就是第一次你弹奏他的时候 他发出来的声音 那个音色是个什么状态 这张琴非常奇特 我们第一次给他上悬 他从一上上去以后 是一下手 这个声音呢 我们几个人都惊呆了 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呢 就叫远转如意 就是你想出什么样的声音 你加什么样的力量下去 它就能够给你 什么样的声音出来 随着你的心走 对了 我在浙江博物馆近距离 观看这些古琴的时候 我发现时间长了 这个古琴的背面 会出现一些断纹 这个断纹是琴名贵的象征 只有超过250年以上的武器 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断纹 这个有点讲究 这种断纹基本上就是介于 小流水段和牛猫段之间 还有部分的有冰纹链 有意思吧 您今天听说也带了琴了 我带了一张呢 也是杨世白的藏琴 杨世白的藏琴呢 现在呢我知道的有16张 折波有14张 还有两张流传在民间 那么我就拿了带了一张这个松风 松风 四十四 这是杨世白的四 这个断纹就更典型 这个就是叫流水段 或者叫舍夫 这杨世白有点乾隆的那个嗜好 只要拿着什么东西 都被人刻上字 对对对 这个距今有多少年 宋改的这一千年 那这些断纹对这个琴的声音 有影响吗 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琴呢出现断纹以后呢 声音就更加松透 就穿透力更强 而且呢手感也会更好 总行的人呢 都希望自己的琴是一张断纹琴 都希望有一张断纹琴 那么有不懂行的人呢 一看 这不是说破了吗 对呀 就再刷一遍漆吧 哎呦 完了 所以说呢 就有一首诗 风刺这个不懂行的人呢 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人 他说叫修缘方朱杖 七缺断纹琴 二的人好几千年前就有 对于采风名旗 我们还有一件事特别好奇 这张琴都已经放在博物馆里了 在我们普通观众的认知里 它是个国宝 难道不应该越少动态越好吗 可是它又被演奏了 又录了CD 又开了演奏会 这件事真是让我觉得难以置信 不但我们难以置信 就连文博界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人信 今天呢 我们也请了这个浙江博物馆 工艺部的主任范培玲女士 让她给我们讲讲 古琴活化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浙江省博物馆工艺部主任 也是博物馆馆藏古琴活化保护与 利用客体组组长范佩玲 班组长 请你快给我们讲讲 咱们这波做古琴活化这件事 是怎么想的你们 不怕把国宝给磕了碰了呀 国立老师 这个当然是怕了 毕竟是国宝啊 对呀 每次离开我的手的这个掌控 交给他们请家去操弄 去抚摸的时候 我真是浑身都紧张 心都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了 尽管每次我们做那个活化保护的时候 安保工作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那你说这为什么呢 心里都怕成这样了 那何必能再做这件事 过去经常有琴家他跟我说 我们中国有太多太多的传世好琴 都被博物馆收藏了 进了博物馆以后呢 就与世隔绝了 还真是 也不能弹波 也不能听到古琴的声音 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惋惜 我们浙江省博物馆认为 我们浙江省博物馆认为 古琴它作为一个普通的文物来展示 那是不够的 声音才是古琴的灵魂 当年啊杨世白先生收藏那个彩凤鸣器 他也是作为普通的乐器来收藏和利用 杨世白先生那肯定是经常的弹波 就在弹波中他才能发现 如果有势力的问题 就会要及时地去得到维护啊 所以中国的古琴 才能成为世界上流传最悠久的 到至今还可以正常使用的乐器 你们这个理念虽然第一次听到 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给掌声 在2008年的时候 这些个古琴可都没上钱了 上丝弦这个事本身就已经非常难了 是不丁老师 是的 这个丝弦上上去 每根弦差不多有十几公斤的拉力 每根都十几公斤 十几公斤 所以上上去以后张力差不多两百斤 那你说一个1300年前的琴放在这 谁敢做这么一个鲁莽的一个行为 这使劲这么一崩 说不定这个琴都能断裂 这个我们敢做这个事呢 就是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因为陈弓亮先生呢 他自己家里就有一张唐琴 有唐琴 叫丘奈 丘奈 我自己弹的北宋的琴 所以我们平常这个唐宋的琴 经常在手上盘弄 这心里有数 我摸摸你这手 太厉害了 鼓励 在给彩凤鸣旗唱 私弦的第二个难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才能把他的声音啊 恢复到当年杨士百先生记录的那样 当年杨先生是怎么记录的 这个彩凤鸣旗的声音呢 来 这叫一二弦如红中 六七弦如金庆 四弦五灰以上如结骨 这个我们有点听不太明白 我能不能轻轻演奏一下 我来给你试试 对试试 这是一弦 这是二弦 就像中的声音 六七弦如金庆 就是更明显 那么四弦五灰以上如结骨 这是四弦 中间这个是四弦 这是五灰 五灰以上的声音 那打鼓的声音 那么这张琴呢 都达不到彩凤鸣旗的这个结骨声 那咱们这个弦上上去 如何做到声音和记录的最大的一个接近呢 一开始呢 我们就拿了普通的思选 结果就发现声音根本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后来我们就是专门邀请了香港的黄树志先生 黄先生呢 他是用那个颂元的古法 用针丝研制出来的这些太古琴弦 这在古琴界是相遇很高的声望的 他也不断地摸手 不断地尝试 最后就是拿了个标准的那个上上去以后 立马彩凤鸣旗的声音就是轻润靓丽啊 达到了琴弦重塑描述的那个效果 啊一下就事成了 对对对 刚才我们看到这台上这一幕 我们感受到古琴家们 对古琴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 也感受到了浙江省博物馆的大智大勇 感谢双方为国宝活起来 为采凤在名其山做出的努力 接下来我们要为三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 并请三位宣读守护誓言 我是孙纯 我是丁成立 我是范佩玲 我们志愿守护 落霞市 台风铭 西斜亭 守护历史 守护 都善留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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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